今天想要跟你們分享EdoHouse最近出了兩個眼影盤非常的鬼擋牆 就是工業盤跟月亮盤 起初在工業盤上市沒幾個月之後又出了月亮跟郁金香 我不曉得其他人對楓葉盤跟月亮盤產生這個疑問 覺得說這兩盤會不會長得太像了 到底是鬼擋牆還是他們兩個真的是雙胞胎 先說明一下雙胞胎只是長得很像而已 他們並不是一模一樣 他們是獨立的個體並不是合體 到底值不值得購買我今天會把這兩盤拿來做比較 那你們看完影片之後再決定要不要購買 首先工業色這一盤它有四顆珠光 五個霧面色 那其中有兩顆這一顆跟這一顆是打底色 月亮盤的話一樣也是有四顆珠光 然後其他五顆都是霧面色 打底色的話有三顆 這一顆這一顆還有這一顆 多了一點變化性 而且它的顏色比楓葉盤更跳一點 顯色度來講我這幾次使用下來 月亮色的飽和度更強烈 這兩盤比較起來的話我覺得楓葉色它比較偏向橘紅暖色系 帶紅跟帶黃色調居多 月亮盤的話它是比較偏向中性或紅色 整體來講的話就是比較偏向那種灰色調的眼影盤 在手上試色的時候我覺得月亮盤它珠光的延展性很棒 我直接試一顆給你們看 是不是延展性超好 而且它的顯色度是很高的 只是右下角這一顆咖啡色我覺得它比較有一點點結塊的現象 在上妝的時候會覺得比較沒那麼好暈染 像這樣子會有一點點小色塊 所以要暈染的時候要稍微有點耐心 但是這一盤的粉質大致上我就覺得還不錯 它珠光的質地都比較鬆軟一點 霧面色的話我覺得基本上都是非常好上妝的 我在YouTube找不到這兩盤的筆對分享 但是我在DK看到有人在講月亮這一盤 下面留言的網友就有詢問 楓葉盤跟月亮盤哪一個比較值得入手 因為每個人的喜好跟需求不一樣 所以這很難講 我直接先試給你們看 這個顏色非常漂亮 因為它的底色是有透明度的 但是它的珠光是那種細閃珠光 非常美 有沒有這個真的超漂亮的 但是但是這兩盤雖然感覺好像不太一樣 其實一般拍照是看不太出來 或者是你今天問男友說 我今天眼睛有沒有什麼不一樣啊 我覺得你男友可能回答不出來 但就是因為每個人的喜好不同 所以有的人可能是會因為這一顆而買工業盤 有的人也會因為這一顆而買月亮盤 我用這兩盤比較相近的顏色來完成今天的眼妝 各畫一眼跟你們比對 如果還在猶豫不知道買哪一盤的話就接著看下去吧 我底妝跟眉毛都已經化好了 那我們就直接把這兩盤直接上妝 妝、楓葉盤、月亮盤 那我把這兩盤類似的顏色一起上在眼睛上 分別標注A、B、C、D、E、F 看一下他們的妝效差別在哪 首先我都先用A色號當打底色 就像,C、D、E、F 會製造電影 有時更換 也不能代表 誤別人 紅葉顏色感覺比較紅一點 比較偏紅色系 像月亮盤的話它比較中性色 極端電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完这两个眼影盘的妆效之后 不管这两盘的粉质还是他们的续航力 我觉得表现都还不错 那我自己的话我又更喜欢月亮盘的妆效 因为我喜欢的眼影盘就是比较高饱和度的 但是我今天用的只是他们这两盘里面 比较相近的颜色来上妆 所以这样看起来好像枫叶盘的颜色比较红 比较饱和的感觉 但是实际化下来的话 因为我没有用到这一颗跟这一颗 所以会觉得妆效看起来好像比枫叶盘还要稍微淡一点 因为月亮盘它的颜色是比较偏中性色 不会觉得说好像很高饱和的感觉 那我放一张月亮盘它可以画到最饱和程度的 眼妆给你们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很饱和 而且它颜色是够强烈的 那如果看完前面的妆容分享 还是不知道要怎么选择的话 如果你是喜欢化淡妆但是又显色度眼影 我会建议你们挑选枫叶盘 因为它的妆效会比较柔和一点 如果比较喜欢强烈一点的眼妆 我觉得可以选择月亮盘 因为它是可以化淡妆跟更浓烈的眼妆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希望有帮助到你们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帮这个影片按赞 那记得订阅我们要开启小铃铛哦 才不会错过我们的影片通知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咯 bye by bwd6